越来越觉得,爱一个人不容易,因为太过在乎,而容易患得患失,太想表现,反而越容易做错事,太过疯狂,又容易吓到对方,太过冷静,又会被误认为无情。 很多时候,真心总是被错过,付出总是被无视,在乎总是被厌倦,到最后心累了,倦了,爱不动了,也就只能凑合了,要花费多长的时间,才能从陌生走得熟悉,要经历多少的磨合,才能重拥有相爱的默契,付出了真心,能换回多少真情。 有些人在想念,也不能靠近,有些东西,在喜欢也会失去,你们之间,没有问候的理由,没有相见的勇气,不打扰,成了你们最后的默契。 我们都曾爱一个人爱到了绝不爱,我们也曾等一个人等到人走茶凉,其实这都是感情路上的磨难,为的是我们早日寻的真爱。 想一个人累了,就学会放手,爱一个人苦了,就学会离开,可能你的失怀回首,就会发现你想要的人一直就在你身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做6时的病人不 1979的时间一定是在一起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